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一半 PS5 Pro还没消息 还要继续等吗 到底有没有PS5 Pro 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PS5 Pro到底有没有 什么时候有 我们只需要准备好4000块钱 然后等着就可以了 我就不信了 等不来PS5 Pro还等不来PS6吗 只要PS5 Pro它敢出 敢出我就买 不出我就玩PS5 这叫变被动为主动 所以根本不用着急 更不用纠结 如果你现在没有PS5 那还要等PS5 Pro吗 我的建议也是继续等55的Pro 因为PS5上市都快4年了 你都没下手 说明你的情况根本不需要PS5 买了还有可能会吃灰 三年半都等了 就不在乎再多等半年 如果到今年年底 还没有PS5 Pro的消息 到时候还要评估自己的情况 如果是不买不行 不买天天想 白天想 吃饭想 晚上睡觉 连做梦都想要PS5 那当然要买了 多钱都买 但如果到那个时候 你还在犹豫 还在纠结 那就一个字 等 俩字 死等 因为就算等不来PS5 Pro PS6一定会来的 结局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